美朗 我們有這個身體 要來做好事 我們的心沒有將我們老 我們來這邊是四歲 五歲 六歲罷了 一起要做 做到我們不難做 每天早晨 這個身影都會出現在 檳城慈濟幼兒園的門口 她是73歲的黃玉月阿嬤 自從另一半往生後 現在是全職的幼兒園職工 有時候他們會哭 我們會幫老師 安慰小朋友跟他講話 喜悅阿嬤之所以這麼同心為敏 是因為她曾在幼兒園裡擔任職工 所以特別能同理老師 照顧小朋友的辛苦 我來這裡準備食物一點給老師他們 他們顧孩子也是蠻辛苦的 上了年紀的喜悅阿嬤 腿腳多少有些不方便 但她自有一套應對方式 我腳會痛 我就會跟那腳講話 跟我講講 你要快點給我好 我要去幼稚園做指教 我們的身體他們會聽的 你跟她講 其實她是一個心寬念全的菩薩 喜悅婆婆雖然她年紀大了 可是每次人家問她 喜悅婆婆妳多好歲 她講我今年五歲 因為她希望她跟孩子這樣單純 老人家把晚年所有時光 投注在職工服務 最動人的就是內念赤子之心 大家新聞 劉志淵 黃毅晴 馬來西亞報導 謝謝 謝謝 師父 谢谢大家